每一天都有大概 五百件的家暴案件 這麼頻繁啊 目前台灣調查發現 有七成都是 精神暴力 嚴重暴力 長期的 家裡面如果經濟地位是 非常懸殊不平等 我用經濟去控制你 它也是個經濟暴力 那更不要講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 我這邊其實是非常建議大家 你把手機拿起來 或是說你寫日記都是 你跟你的先生去討論這件事 你那天為什麼要這樣子動手 讓他來跟你道歉 就是把他截圖下來 或是錄音下來 那這樣子的對話 就是一個證據 衝突爬衝的時候 瞬間給他降節 大哥 錯了 你也可以保護你的安全 這第一個真的 唯有在你的 你跑不掉 你覺得你的身體 真的會受到危險的時候 其實打頭部 是一個很有效的方便 頭部的哪裡 這個比那個養生穴道更重要 對 頭部的這個地方 歡迎收看 健康林俊玲 林玉佩麗做會 健康吃巴黎 我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身心靈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這句話一定大家沒有問題 但是請問一下 如果有人虐待你的時候 你會跑嗎 我基本上是一個生命的鬥士 所以怎麼樣 你要拜託你不跑是不是 就是稍微反抗一下之後 趕快落跑 所以還是會跑 對 但如果有一個狀況是 你根本不知道 你自己被虐待 或你自己被錯誤對待 或者是你被 你覺得這有沒有可能 你的意思是說 某些暴力不僅僅是 表面上那種受傷的暴力 皮肉之傷 心理的傷害也是暴力嗎 哎呀 這是一點就通 你越來越厲害了耶 好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數據 今天我們希望所有人 不管你的年紀是小是大 不管你有沒有結婚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最近你都非常需要知道 希望大家能夠自保 因為我們有一個最新的數據 其實台灣在這幾年 家庭暴力的通暴案件是 平均大概是20萬件左右 也就是說 每一天都有大概 500件的家暴案件 這麼頻繁啊 而且這個還是有形的 就是我們剛剛跟你講 我這樣打你 你通通會跑吧 會痛 會跑 對嘛 你知道這很明顯 是一個暴力 但如果我是罵你呢 說哎唷 長這樣子還覺得自己能夠成為 萬華的劉德華 哎唷 演個BL劇就覺得自己多了不起了 這樣子 你覺得呢 這算不算暴力 長期的 如果這樣子的 長期的一直這樣數落的話 我覺得對我心裡會呈 呈現滿大的一個傷痕 但它算不算家庭暴力 我覺得算吧 所以你也知道了 暴力有分很多種類型 對 但到底哪一種叫做暴力呢 好不好 到底哪一種我們需要呼救呢 今天我們請來了專家團 來告訴大家 這些課本上可能沒教 但是非常需要 讓所有人知道的事情 先來介紹我們活躍於社群 活躍於台灣人的心目中 堪稱是最近的女性律師代表 歡迎我們的李怡貞 李律師 大家好 我是李怡貞律師 法式社會講求證據 遇到家暴一定要保持人靜 而且第一個步驟就是要 收集證據 接著我們要來邀請到的是 她的專長是教愛情 很特別 她在大學的通識課 她是我前大學的老師 我曾經搶過她的通識課 超熱門 愛情學搶不到 那我們歡迎 健康出境與衛生教育助理教授 高松井 高教授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很開心到這個節目 我想病態的愛讓人上癮 不安全的醫護關係 剪下悲劇的愛情 其實今天來的來賓 李怡貞律師是民事的律師 比較容易碰到這種家庭案件 其實有些人 他們第一時間被發現異狀 是因為看醫生 所以他很有經驗 沒錯 歡迎這一位 讓我們歡迎復健科醫師 李唯 李醫師 大家好 我是李醫師 當你遇到家暴的時候 愛不應該是傷害的代名詞 讓我們一起在傷痕中 找到勇氣和力量 因為其實很多人 他們身上出現了傷痕 他們不願意講 不管是精神上有什麼問題 但是可能會伴隨其他的病 還是後遺症 對 所以往往是醫生 他們最知道 醫生 發洩 我們找到一位 臨床現場經驗非常豐富 而且長得非常帥的醫生 非常有型 我個人的理想型 急診 真的嗎 讓我們歡迎急診醫師 甲衛 甲醫師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急診科甲衛醫師 家庭暴力案件 不管你是什麼角色 千萬不要禮報 直報 保護自己 有些人 小豬豬 今天我們要來玩遊戲 好 我跟你說 你當爸爸 我當媽媽 他是我們的爸爸 好 所以我們要來秀秀寶寶 秀秀兔兔 爸爸媽媽秀秀 爸爸在哭 不要哭 不要哭 媽媽秀秀你 來 爸爸你也秀秀他 不要哭 我吵 你不要吵 你找到我了 爸爸你不要哭 幹嘛 你要幹嘛 你不要哭 我不開心 你在幹嘛 通常這時候你應該帶著兔兔跑掉 我為什麼要跑掉 因為 我爸爸不開心的時候 都會拿著菜刀追著我媽媽跑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教育者或者是醫生 他們甚至是律師 他們都是真的算是在第一線 接觸所謂的暴力現場 不管是間接直接他們會感受到 像是我們的短劇 呈現了 就是你怎麼會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裡面 你是用這樣子來處理呢 你拿了武器呢 那小朋友懵懂無知 可是如果周遭的人看到這樣情形 他們就會去做下一個動作 通報或是受或是協助 沒錯 其實政府做了很多的宣傳 像是說你要雞婆一點等等的 你發現有異狀你要幫忙 可是重點就是我們怕什麼叫做異狀 大家都還不知道 怎麼分辨呢 對 我們先來關閉一下教授 到底什麼叫做家庭暴力 如果根據家庭暴力法 它是大概有三個樣態 一個就是肢體 那是最清楚的 那是經濟的手段 另外一個就是原理 那比較難以去論定 但是就我個人 從愛情學的角度來講 事實上 這個就叫家暴了 我說從我們愛情學的角度來講 因為家庭是兩個相愛很強 結婚的 那這樣一個才是我們能夠 一個溫馨的家庭 如果他彼此不相愛 事實上 真的 他就是一種假暴了 但是這個就是太難去論定 因為法律不能規定 你要愛他一輩子 這個教授他是用一個比較 愛情學的角度去看 那如果醫學上 你們會怎麼樣去定義 因為你們發現有問題的話 你們是會立刻去通報 有法定流程要通報的 不管是肢體上 精神上 言語暴力 家裡面如果經濟地位是 非常懸殊不平等 我用經濟去控制你 他也是個經濟暴力 那更不要講 大家可能最更熟悉的 性暴力 不要說你是我的配偶 你就要配合我 我想什麼時候就怎麼樣 就怎麼樣 性暴力也是那種暴力的形態 那在這麼多暴力裡面 會主動求助的 大部分還是肢體暴力 或是性暴力 那這種暴力 不管是你直接來看醫師 或是你找警察 找社工 或找一些其他的一些 能夠支持你或協助你 他們通常都會到急診室 先來 然後他會怎麼樣 會開立診斷書 這個後面還有很多的法律 或者保護的一些機制要去走 所以這個啟動 通常都是在急的 百分之九十 主動去尋求協助的 百分之九十 都是透過急診室 留下紀錄 評估 然後 但真的 也有些少數案件 我們也真的被看到 打得真的是非常嚴重的 整個打到這個 整個這個雙眼瘀青 瘀青連腫 甚至打到腦出血這種的 這種當然少數的 嚴重傷害的 我們也碰過 那像這種的家暴 絕對不是我把傷 幫你擦擦藥就好了 因為後面的 你這次如果沒有 把他的風險給評估 完整評估的話 回去可能會有 更嚴重的一個受傷 重複的症狀會出現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是醫把 我們一定要通報社工 一定要通報社工 社工來的時候 他就從醫學以外的一個角度 從人性關懷 這個家庭風險評估 或社會資源系統的一個啟動上 他會做一個完整的一個訪談 那訪談完之後 他就會評估說 第一個你需不需要立即被安置 甚至會被保護 因為有時候你打完 看起來還好 回到家裡繼續被打 不行 所以他們會做個風險評 家暴案件 我相信實際發生的案例 遠比你講得多 為什麼 像我服務的醫院是在桃園市 桃園市一個中大型的區醫院 光我們醫院急診室 就是由我們的醫療護理人員 去通報的家暴案數 大概300到400件 太離譜了 其實真的不算太少 真的不算太少 對 像有時候 當然有時候是夫妻 因為大家現在可能自我意識 權力的主張也比較高一點 有時候可能夫妻吵架 所以通通說要推擠一下 拉扯一下 以前我們通常都是看到 太太來做家暴驗傷或是這個 現在常常是太太完了之後 先生也來了 他說他也推我 指甲也刮到我 對 然後就兩個就一起 所以從以前是一個人案件 現在基本上夫妻兩個 就兩個一起來看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說 千萬不要以包吃包 要衝突地發生 如果大家都可以學習 有一點智慧去面對 當然也不是硬忍 忍也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發生衝突的時候 兩個如果是真的正面一直衝突 讓衝突增溫的話 其實後續兩個會產生的傷害 機會都比較大 我們常常看這個男生女生 就是互相去驗傷 就知道他們已經要進入司法程序了 沒有要退讓的 這個應該 李律師應該很有感吧 這會不會也是你接到案件的時候 會立刻跟當事人講的事情 好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家暴令在家事案件裡面 其實它站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也就是今天我如果是一個施暴者 依據家暴法它就會被推定 你不適合擔任孩子的監護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剛才賈醫師分享的 老婆先來驗傷了以後 換老公來 因為你要申請家暴 我也來跟你拼一個家暴令 接下來就是要進去 加事案件訴訟 我要跟你打離婚 我要搶監護權 對 再來我最常遇見的就是 他來跟我諮詢說 李律師我要離婚 我說那怎麼了 他就說我老公常常打我 我說證據在哪裡 沒有證據 我說沒有證據 我要怎麼說服法官 相信你被老公打 對 所以很常會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他就說 他打我的時候 我怕把事情鬧大 我怕人家知道 或是說礙於他一些身分地位 他不敢去對外張揚 所以我這邊其實是 非常建議大家 就算就算你在意就是說 別人的觀感 或是你因為一些 你自己很在意的因素 你不願意去宣揚 不願意通報 現在大家只有我手機 你把手機拿起來 自拍也好 錄影也好 或是說你寫日記都是 甚至你跟你的閨蜜 去討論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事情結束以後 兩個人都平靜了以後 你跟你的先生去討論這件事 你那天為什麼要這樣子動手 讓他來跟你道歉 那這樣子的對話就是一個證據 錄下來 對 就是把它截圖下來 或是錄音下來 這樣都是證據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說 拿到驗傷單我就穩了 因為法官還要去審酌說 到底有沒有這個家暴的事 你雖然受傷 這個傷怎麼造成的 是誰打你的 是不是你去跌倒的 因為其實我剛才講了 家暴令在離婚的案件當中 他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那有很多人就是利用 想要先拿到家暴令 我要先搶先贏 我甚至去可以申請一個 暫時的狀態處分 我先把小孩都搶來我這邊 搶回婆家或搶回娘家 這就是已經開始在打法律戰了 所以比較常見到的還是肢體 當然我必須要講 通常如果已經一個關係 已經出現肢體暴力 我必須要說言語暴力 一定也會伴隨著出現 只是可能它的頻率 或是它的矩陣沒有那麼容易 再來就是經濟的控制 因為你不乖 你不聽我的話 我就斷你金流 我就不給錢 家裡的錢我也不給 孩子的錢我也不給 這就是一種經濟控制的暴力 或者是剛才老師講的 我不愛了就是一種暴力 其實這是我們最常遇到的就是說 我被冷暴力 我在家裡面被冷暴力 那請問冷暴力你要怎麼舉證 至少要給我一個你們的對話 可能長期的對話 你都很殷勤的跟老公說 我幫你煮好飯了 我什麼衣服幫你弄好了 他就 嗯 喔 好 就是都不積極回應 不能說關於孩子的事項 他也都不跟你討論 他就是已讀不回 這多少都可以證明所謂的冷暴力 但是如果是 你覺得人家對你冷暴力了 那你也覺得我也不要理他 我過好我自己的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你們兩個都是互相在對 彼此施加人暴力 所以這是跟大家分享的太一樣 我自己感受上 就是其他我們都還可以 就是你遭受到經濟暴力 你言語暴力什麼 你都還可以說服自己說 那不是暴力 對 應該還有愛 如果你還想要就是掩蓋的話 你想要活在謊言中的話 你還可以說服自己 那不是暴力 可是如果真的就揍你一拳 對你出手了 這真的就是很明確了 你一定要不要吞下去 對啊 就會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舉動 對 這就會陷入一種掙扎當中 兩難內 尤其結婚的婦女 如果有小孩的話 他可能就會有非常多的想法 對啊 李文醫師遇到很多這樣子的病人嗎 對 目前台灣調查發現 有七成都是精神暴力 言語暴力 長期的負面 或者是貶低的言語來凌辱 那我也認識一位醫師 她37歲的女性 她長期都被先生罵說 她就是很胖 很醜 很肥 然後穿衣服都不好看 然後也會限制她出門 先生的先生 她不順她先生的意思 先生就會叫她下跪道歉 然後常常就是逼她說 要給她錢 導致她部分都是她在養家 導致她常常很害怕回家 但是她其實不知道 她長時間都在這種言語 精神暴力的狀態裡 你說連她自己是醫生 她都不知道她是叫做 被錯誤對待的暴力嗎 對 這種有一點是 長時間在這個環境裡面 家人都會跟她說 你們只是吵架 你是不是對她做了什麼 你是不是太強勢了 是你呢 你是不是跟她講話的時候 沒有好好講 但是在這種狀態裡面 其實人會開始混淆 不知道其實自己 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自己的聲音是對的 還是我應該要扮演好 妻子的角色 其實很多人都因為 周邊的親朋好友 沒有給她支持 或者是 有時候如人飲水仍然自知 不是每一個人 都能夠了解當時的狀況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 也許親朋好友 或他周遭的人 他所屬的社團的人等等的 他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 什麼叫做暴力 沒錯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台灣長期 我覺得過去 對於這一塊的 我自己感受上 並沒有那麼明確的去教育 沒有那麼完善的配套 沒錯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節目 要告訴大家的 到底什麼叫做暴力 什麼叫做錯誤對待 你可能是主動方 你可能是被動方 但是你都不知道 我們先來問一下 在愛情裡面 我想 我很好奇 所謂的家暴者跟被家暴者 這個主動方跟被動方 他們是有某一些的性格 特別容易成為 還是這是隨機的 就從我這個愛情病理學來講 我們關心的就是 從我們教育工作 我們希望了解 那個機轉到底什麼 為什麼今天會這樣子 像很多加害者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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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加害者 他叫病態的愛情關係 就是說我們每人一出生的時候 都是跟 就是我們一出生 事實上是沒辦法自己活的 必須要靠一個 照顧我們 或是父母親 這叫 三歲以前 有的人就醫護關係沒有 沒有醫護好 就不完全醫護關係 然後突然導致他寫出來 0到6歲寫一個人生腳本 他會寫一個 他已經看到了 搞不好他後面 從小就是父母 爸爸會打媽媽 他以為這個叫做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寫這個腳本 孩子是一張白紙 對 他的對於社會的 世界的這種觀感 都是一個反應 因為那時候他的大腦發展 認知能力還沒那麼強 他就會寫在他的 海馬匯裡面 那等到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就會噗出來 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個叫 所以從這個基準來講 跟個性什麼 就沒有那麼直接的相關 但是也 但是有些 那個危險情人 可能是 對自我管控能力比較差 也可以看到會支持馬跡 其實我覺得 對於家暴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是 絕對是嚴正以待 而且很多口號說 家暴零容忍 但是首先 你到底有沒有了解 什麼叫做家庭暴零容忍 到底有沒有了解 什麼叫做家暴 你的討論 根基的基礎是正確的嗎 來為什麼我們整理了一些 大家比較常討論到 關於家暴的一些疑問 到底答案是什麼呢 這邊有一些家暴的小迷思 首先第一個 發生特定事件 才會發生家暴嗎 或是說設定定位比較低 低教育程度者 比較容易被家暴發生嗎 並沒有 我不這麼認為 通常這種 所謂特定的事件 比方說 酒醉 失業 心情不好 都只是它的藉口 其實家暴 施暴者 它其實 我覺得它有一定的特徵 通常我自己觀察 通常都是 控制欲很強 但是自卑感又很高 它為什麼 它會有這樣子的家暴反應是 因為它想要透過這種暴力的詩語 來去 依照它想要的行為去做 再來就是說去打壓對方 至於說設定定位 我曾經有一個當事人 他是經營一個很好的事業 也都是穿金帶銀的進來 我們事務所 然後我就問他說 因為他跟我說 他被先生家暴 他就跟我說 沒有啦 我就是被手機丟一下這樣而已 他就給我看說 所謂他被手機丟一下 是什麼樣的狀態 是他給我看他去急診室 他的頭破了三個洞 所以他先生是拿著手機 狂砸他的頭 而不是只是丟一下 但是他把他這件事情淡化成為 他只是被手機丟一下而已 當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心疼的 因為他沒有任何情緒 他就覺得好像是 習以為常了 對 稀鬆平常的 在講一個事情 好像就是我 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就告訴他 他是拿著手機 手機是有重量的 狂尻你的頭 他其實是已經要 置你於死地了 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照片怎麼照的 他就說 因為兒子看到 趕快送我去急診室 我就說對啊 都已經這麼嚴重了 我說醫師沒有通報嗎 他說有 社工也有講 但是他就覺得算了 因為先生有跟他道歉 而且就像我們剛才分享的 他會有一個 就是施報了以後 我姿態又放軟 然後我再道歉 我再跟你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慢慢平穩 他一不高興了又開始施報 所以施報的人 他一直在這個循環當中 他覺得我可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達到我要的目的 受虐的受報者 他也會覺得說 我只要答應就好了 我下次就不會被打了 可是我做錯了 是 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 然後我是不是 這次過了就沒事了 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好 其實這樣子的案例 當然李律師講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心有戚戚 可是我們的預設 會不會就是 通常應該都是女人被打吧 因為女生的力氣比較小 好 這個迷思 很多人都有提出來 沒錯 施報者一定都是男性居多嗎 其實過去沒有 加報沒有法律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是沒有資料的 那自從加報法通過之後 我們會訝異 尤其近五年來 那個男性收報的比例 越來越高 現在在23.4 真的真的是 所以我們在今年 我們也對這個去分析它 我想台灣 近幾年推動性肥平等 也讓很多男性敢講出來 當然男性畢竟在體型 它是比較有優勢 所以大部分被加報 都是被口疑 就太太念它 不長進了 言語暴力 對 這也凸顯一個問題 以前都認為是 是這個性肥 事實上它重要了 整個家庭暴力最重要 就是權力跟控制的問題 本質是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才講說 當你是用這個權力跟控制 就已經不是愛 所以我們才要推動愛情 因為愛情的主題是愛 那到底什麼是愛 很多人是有認知扭曲的 以為被打就是愛 那以前老一代就是 打字嫌罵是愛 對 有這一句話也 以前我媽媽那個年代 來合理話吧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人的意識 有越來越清晰 大家對於這種的知識 越來越足夠 像我最近在社群網站上 我就看到了很多的短影音 然後他們就說 為什麼我們老一代的人 會這樣 那他就是各種就是 看起來已經是老先生老太太 白頭髮那八九十歲的 然後就你看到那個老先生 竟然是狠狠的 在打自己的太太 從車上推下來之類的 走路走一走 然後去甩他一個巴掌 然後你就發現 那個老太太好像就是 寧來順手也習慣了 他就悟著臉 繼續還是跟著走 然後別人要救他 然後他還不敢 就畏畏縮縮的 所以打事情 罵實在這句話 真的是害了很多人 事出必有因 但只不過這個因有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被察覺的 甚至有時候會解讀錯誤 我有一個非常印象深刻的案例 就是一個 也不能叫老太太 大概六十幾歲的一個婦人 有一天是由她媳婦 抱個小孫子一起走進來 其實看起來也還算穩定 她不是什麼那種不穩定的 進來就很清楚 她的主事就說 她被她兒子打 那社工還沒有來說 剛好沒有病人 我就跟她多聊幾句 我第一次被打 她說沒有 常常被打 那我就想說 那我說除了你之外 我說她也沒打她的太太跟小孩 這老太太講 她不會 她只會打我 她很愛她太太 很愛她小孩 只會打我 聽下去 你不覺得這裡面就有故事嗎 為什麼她只會打她媽媽 不會打小孩 後來她媽媽就講說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 她離婚 她有兩個小孩 她這個打 她這個兒子是老大 她一個人工作帶小孩 她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她把她這個大兒子 就托養給她的親戚 然後這個大兒子怎麼樣 大兒子她認為 媽媽拋棄她 別愛她弟弟 不愛她 等她有能力 把她接回來的時候 他們說母子關係不好 母子關係不好的時候 等她兒子長大 後來工作 只要一不順就打她 這個是她媽媽的解讀 她媽媽認為說 我有愧於她 所以我被她打 可能也會減輕她的愧疚感 其實後來這個案件 我們通報社工去追查 其實不是 是她兒子 但這個精神疾病 跟她小時候遭遇有沒有關係 或許有遭遇 但是她的 已經不是一個觀念扭曲 認知錯誤 她這個疾病 後來是因為透過這種 社工通報去強制就醫 才把她帶到身心科 精神科醫院去控制 所以世俗是不是有因 通常會有因 但是那個因 有時候不容易察覺 很多施暴者 其實他們的這個因 來自於她可能 童年的成長環境 除了她自己被受暴以外 還有可能 目前台灣依照 家福基金會統計結果 發現 五個施暴者就有一個 她曾經 在小時候受到虐待 現在很多也有一些 英國跟美國的研究發現 在監獄裡面 反社會人格的殺人犯 他們有嚴重的暴力行為 七成以上 她小時候遭受嚴重的虐待 跟性器 我之前有一位患者 她是來做早療的 她是一位十歲的小女生 她在學校跟同學起爭執之後 就把同學打到胃出血 社工去調查她 發現她家裡 她從三歲開始就被棄養 被棄養後來又被親戚養 又患到很多的親戚 而且還招呼過很多次虐待的經驗 就是那個打媽媽的幼童版 重現這樣 真正在現實當中出現 她也有產生一些 你以為帶小動物的行為 會像掐小狗的脖子 去拿筆去刺狗的眼睛 然後撿耳朵兔子 社工問她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她說以前我阿嬤都是這樣對我的 那我要另外一位恩利是國中生 她從小就目睹她爸爸去打媽媽 她的爸爸也會打她的奶奶 那追查到她的家裡 不只是她爸媽這樣 她的爺爺會打奶奶 每次她一不爽就會抱打奶奶 拳打腳踢打到受傷 然後她也會打她80幾歲的阿祖 就是爺爺的媽媽 所以她長期在這種環境裡面 造成她在學校有嚴重反社會人格 所以這種 長時間在這種家暴環境 也會造成人格上的扭曲 研究有發現到 英國跟美國的發現 這種家族單點的家暴 它會開始演變成代代相傳 跟代代之間代肩相傳 甚至它會遺傳霸代 對於家暴這件事情 我覺得剛剛醫生 highlight這件事情是 就算再怎麼微小 我們都不能去合理化她 就算你以為 你主觀上認為 她是再怎麼樣的微小 再怎麼稀收平常 都不可以去合理化她 必須要認真對待 不然的話 這可能不只是你自己的事情 這可能是 你家族之間的不好的事情 那但是很多人會想說 好那我 我 我不敢講啊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也有錯啊 她打我的時候 欸 我有做了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 你在被施暴當中 還手的話 那這樣還算家暴嗎 夫妻之間 他們有家暴的案例 但是呢 老婆來驗傷 接著先生來驗傷 通常這個我們叫做 就是你打我我也打你 但是如果 她是在被施暴的當下 她是為了保護自己 去做一個還手的動作 這個叫做正當防衛 像我剛才講的例子 拿手機要尻你的頭 你趕快用手去擋 把她擋住 護住 那導致她的手可能 被你的手護住了以後 她反而反向尻到她自己 那其實這個會有爭議的 但是這個就不叫做 你對她動手 而是因為你為了保護自己 才造成了這樣子的結果 因為可能兩邊都會有受傷 那只是說收證啊 然後還有就是說 別人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就會比較是 我們到時候在案件中 要去討論的爭議點這樣子 我們這診斷 譬如說你是撕裂傷 錯傷 或是什麼叫擦傷 這個是我們這個叫疾病名 對 但我們醫師來做紀錄的時候 不是只有寫診 你的受傷的激轉還是會要寫 所以要激轉怎麼辦 你說醫生也沒看 所以會知道的嗎 醫生也沒看 但是基本上 醫生和病人是本質信任的原則 像這種你說這個 病人的主觀的一個描述 準不準確 我相信他還是有很高的可信性 所以像這種的 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最怕的 最怕就是說 你明明知道你是被暴力對待了 但是基於很多的 真的很多原因 媽媽對兒子的愧疚 或是他不是不愛我 你看他隔天馬上就跟我道歉 送我一個這麼大的鑽石 前面那個 他應該是一時失控 很多人是 被害者會替加害者找 各種理由 然後就原諒他 然後原諒他之後 其實那個暴力對待 不僅會變習慣 而且那個強度 會提前增溫的 所以最怕是 大家不警覺 不求助 所以那個主動被動受的傷 醫生是可以感覺得出來 是看得出來 寫得出來 有一些傷口 比如說切割傷好了 比如說他說 這個就是我被刀子劃到 刀子劃到的傷口 醫師品牌專業 總會知道那個撕裂傷的 傷口的切痕 或是傷口的邊緣 像不像撕裂傷 所以他講說是 這個被刀子劃到 它的確是被力氣 我們可以把他的確力氣割的 不一定是刀子 有可能是剪刀 什麼都有可能 但像這種的 我想律師你知道嗎 剪刀跟刀子 或是什麼其他的力氣 在刑則上 可能不一定那麼重要 但是你用力氣去傷人 造成傷害 這個事實是成立的話 他就應該付出某一些 形式上的責任 最重要的是 好 如果前面的前置 我們都來不及了 我們要如何安全的 讓自己在家暴的環境裡脫身 好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當你在受暴 或是在這個家暴的環境的狀態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去激怒施暴者 對 很多人會 一時誠一時口快說 你有本事你打 有種你打看看 對 你打死我好了 你就正好讓大家知道 對啊 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看看你的真面目 你打我啊 我跳進來了 我又出來了 我跳進來了 打我 打我 你是不是個男人 有種的打我啊 你是女人嗎 你打我 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很恭喜你可能真的就是會 心想事成 你就會被打 宇宙會達成你的願望 對 宇宙會幫助大家達成你的願望 因為家暴者 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資訊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通常我們可以綜合出一個特徵 它沒辦法做良好的情緒控管 還有自我的行為的控制 所以你隨便一句話都可以觸動 它去合理化可以對你動手 的這樣子的情境 動則得救 對 我不管怎麼樣他都會生氣 我乖乖的他也生氣 我不講話他也生氣 然後我回話也生氣 就是怎麼樣他都要生氣 所以 那怎麼不激怒 離開 因為我們很常遇到的情況是說 我之前有通報過 但是警察來社工來以後 我就說沒事啦夫妻吵架 就把他結案了 他繼續選擇讓自己生活在 繼續糾結在 繼續困在那個環境當中 你自己如果不決斷 我們告訴你再多的離開的方法 你就是離不開 包括你在去醫院驗傷的時候 你隨便一個跟醫師講 麻煩幫我報警 或是跟護士講 或是你傳個紙條 其實警察很快就來了 有的媽媽會擔心說 我沒錢啊 我帶著孩子我要去哪 怎麼辦 對 怎麼辦 其實家暴防治中心 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構 讓你可以暫時有地方去 所以你真的是 就算你沒有娘家 你沒有後援 你為了你的生命安全 為了孩子好 你一定有辦法可以離開的 只是你自己不願意而已 所以剛才的那個問題叫做 如何安全離開 其實就是你不要激怒對方 打開你家的門 趕快走出去 這樣子就離開了 還有手機電話號碼 110113隨時撥打 現在的求助的方式非常多 甚至你向鄰居呼救 我們擔心的是你不呼救 你不對外求援 你自己鎖在心裡 你自己默默承受 拉著孩子跟你一起承受 那你怎麼樣告訴你 100種離開的方式 你就是離不開 我覺得李律師講得很好 告訴你100種離開的方式 你心裡不想離開 你沒辦法離開 其實我們剛剛告訴你 很多物理上 你可以離開的方法 但是心理上要怎麼離開 其實這真的是很困難 但還是有救 甚至有SOP的 教授 所有的暴力本身 都不是愛 那我們過去會有這個誤解 所以在很多為什麼 明明從膀胱者來講 他應該要趕快調出去 可是他為什麼沒辦法 因為他是病態的愛情關係 所以第一個可能就是要先 檢查自己的愛情腳本 那血的腳本是一個不健康的 因為我們今天講愛情學 它主體就是愛 那是用愛的教育 然後再交健康親密關係 所以這個暴力當然 就不健康的親密關係 所以第一個就要檢查 第二個就是探索自己內在去 那為什麼你會走到這樣子 雖然你每個內心都渴望被愛 這個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 那是十二歲以前的特權 十二歲以後你已經怎樣 獨立成熟 所以第三步很重要 就是說我已經怎樣 我已經長大了 我不要再討愛了 我是一個獨立成熟的人 我是有能力什麼 給出愛的 所以第四個 你經過第三個 你經過第四 也就是說 我自己是有能力去愛人 也值得什麼 被好好的對待 所以我們要對於暴力本身就是 他不是愛 他叫做 所以他abuse 就是go for了 已經不是愛 已經辯職了 那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拒絕無力的要求 就是他不斷在情緒的時候 那你就要寫一下什麼 最後一道 那這個是我們想 教育還是做最重要的 這個前面的一個教理 我們希望大家遇到了 這種恐怖情人 或是錯誤對待的情人 能夠照這五步驟 好好讓自己脫身 可是食物上一定有某一些點 特別容易被卡住 以這五步驟來講 看過這麼多十萬例的 李威 李醫師 你覺得哪一個關卡 比較容易卡關 你要怎麼教他們跨越 其實剛剛講的五步驟 大家常常卡在 小孩太小怎麼辦 我經濟沒辦法獨立怎麼辦 我娘家或外面的人 對我指指點點 有很多又是高知識分子 或他有公司 他不敢讓別人知道 他想要在員工面前 保持很好的形象 還有很多的案件裡面 施暴者都會跟他說 你如果敢報警 你如果敢通報 我就讓你看不到你兒子 很多都這樣 怎麼辦呢 所以我很想提醒很多 如果你身邊是有被家暴的人 我們要陪伴他 我們不是去指導他 該怎麼做 你應該要怎麼樣 因為他再怎麼做 他都有很多的困境 他真的需要的是 人的陪伴 他需要人家支持他 愛他 因為他已經在這個愛裡面 失去了自我 他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求求 他可能覺得沒有人愛他 也不覺得自己值得被愛了 對 因為最親密的人這樣對他 他會讓他有很大的自我 沒錯 很長 所以要先補充這一段 對 先讓自己好好愛自己 像剛剛教授說的 也要 如果你真的身邊有這樣的人 好好愛他 就陪伴他 剛剛我們提到了很多 聽到了很多 食物上他收到的問題 法律上是真的沒辦法解決嗎 真的我一求助了 我就變成我要骨肉分離 母子分離 我就只能接受嗎 如果你能證明對方 他就是一個施暴者的話 那其實他就會被推定 在監護權 孩子的監護權上 他是不利的 法律能不能解決 法律有一千種 一萬種可以保障你的方式 就只是怕你不願意 去動用法律這個東西 我幫不下 對 家暴防治中心會有 提供你這個法律諮詢的服務 你可以跟律師討論 因為說坦白的 每個家暴案件的情境 或是狀態一樣都不一樣 你好好討論的時候 你其實不用擔心說 會有什麼骨肉分離 我一直在跟當事人講 家事案件 離婚案件 不要跟我說搶小孩 因為孩子是搶不來的 如果一直以來 從孩子出生到事情發生 你都有好好照顧孩子 你跟孩子的關係是緊密 那個到時候進入訴訟當中 社工會來仿視看你們 到底誰適合當孩子的監護人 這個緊密關係是騙不來搶不來的 對方請再厲害的律師 都敵不過你們真心誠意的 親情的關係 只要你勇敢求助 然後用法律去維護你的權益 去制裁對方 你一定最終可以達到 你想要的美好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都不求救 你都一直困在自己的困境裡面 我只能告訴你 這樣子的事情 未來的幾年 都是會一直循環的在發生 但我們如果知道鄰居 家暴的狀況或者是 你知道你的親朋好友 遇到家暴的時候 其實大家 我們現在很多的社區 都有社區防暴隊 或者是你也可以 如果遇到你自己 是家暴案件的當事者 趕快帶手機 可以逃到公所去 只有相關的法律來協助你 不只公所 警察局 消防隊 這些都可以當你暫時的庇護所 他們也會幫你轉介到 適合的法律的 沒錯 不管是法服 或者是應該要接觸到的單位 所以勇敢求助是最重要的 認清自己的狀況 然後勇敢的求助 結束這樣子的滅緣 結束你的困境 讓自己才會有下一個明天 人生還很長 何必糾結一時的錯誤呢 所以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來講 這麼重要的議題 我們希望大家身心都能夠健康 而且你自己才是唯一可以救自己的人 但是 怎麼樣 體育系的你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我們如果真的不幸遇到家暴了 我覺得畢竟還是要動的保護自己 不管男生還是女生都應該要 來 教你幾招 怎麼樣 請你站立起來 怎麼樣 用雙手用力的握住我的這個衣服 感覺在威脅我的感覺 沒錯 當我們遇到這種威脅的時候怎麼辦呢 首先呢 你會發現 我們這樣子真的很難撥開的 因為他非常激動 他現在本人非常激動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你怎麼可以 你 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突然的 為了防衛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刀或虎口的方式 快速的攻擊他的喉部 一打的時候他會有一個 喉部的哪裡 喉結的地方 這個比那個養生穴道更重要 對 喉結的這個地方 就喉結 如果女生沒喉結的話 如果是女生攻擊的話 你可以打差不多在於這個頸部的這個 器官的這個中間 是 對 因為他瞬間會有一個 有一個氣管 氣管被阻礙的感覺 他會一顆 這個瞬間兩秒台平就可以 趕快跑 還是要跑 重點還是要跑 對 但是如果男生很高怎麼辦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你拉我 不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然後這時候如果對媽媽 比你高速很多 體型又比你大的話 這時候你只要很認真的 按住他的手 然後看著他 你幫過我吧 對 拜託你幫過我 好吧 先滿足一下他的虛榮心 感覺我已經控制你了 滿足他的控制欲 沒錯 所以跟高教授講的 滿足他的控制欲先 你先降火一下 這是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假的 我再教你一個真的 如果今天有人抓住你的頭髮 不管是男生你說 好 你現在用一隻手 隨便抓我的頭髮 後腦勺 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只要握住他的手 然後順時鐘的 轉 轉 你順時鐘還我順時鐘 我順時鐘的轉 這時候其實你的背 就會不會往下 因為我現在不敢用力 我怕他受傷 我搞不太清楚 順時鐘是怎麼轉 我順時鐘 沒有 我叫那個來 你抓我 我抓你的頭 抓住了 好 你握住我的手 兩手握 對 你順時鐘轉 順時鐘這樣 再轉 轉 對 不太對勁 這個很難 這個很難 我覺得這個很 賈醫師這樣子 兩敗俱傷的動作 這樣對嗎 第二個動作其實很好 就是衝突發生的時候 瞬間給他降階 你是說就是 下跪 你如果可以跪 或是你用求饒 或是你有軟 對 我真的 原諒我 其實如果你講原諒我 就算錯不在你 原諒你如果可以降溫 可以降階 我錯了 你也可以保護你的安全 這第一個真的 唯有在你的 你跑不掉 你跑不掉 人家對方 拿硬物去 去啃你的頭 或是什麼 真的去 已經不分目的地 到處亂踢 你覺得你的生命 真的會受到威脅的時候 其實打喉骨 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沒有錯 因為第一個喉骨 打下去 基本上就是 這個打 他不會死 但他會產生 瞬間的窒息感 對 他那個窒息感 他讓他是 已經沒有辦法做 別的動作了 所以他一定會 有個呼吸很困難 那他會怎麼樣 會慢慢恢復 他或許需要就醫 但會不會致命 我想一個女生 去打男生 不太會致命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逃不掉了 而且你真的感覺生命 會有威脅的情況下 就不要客氣 就直接打 這個OK 有人說打下體 下體也很痛 但是讓一個女生 你沒有練舞 沒有練習過 你要狠狠地踢下體 踢得不出來 我踢不準 我踢不準 踢不準 其實會對 如果尻到這裡 或尻到旁邊的骨頭 你踢到大腿的內側 會激怒人家 可能會激怒他對面的 對 但是喉嚨這個東西 可是我也很怕那個卡喉嚨 就是沒有 他感覺還好 你以為是這樣打 但其實是這樣打 對 那怎麼辦 最好的方式 還是趕快跑就是了 好 在有這種衝突的時候 離開現場是最好的 剛剛老師也講 家庭 家庭是本來是一個孕育 富裕愛的地方 所以我們對家庭暴力 任何形式 不管是肢體 語言 什麼經濟 性 都一定是零容忍 好 最後今天的健康診療關 就是關於家暴 你應該要謹記的一個數字 零 零容忍 如果 因為暴力事件 一旦發生 如果你不循著正常的管道去求助的話 那這種事情經過很多的研究會 它會其實是 就跟很多喝酒用藥一樣 它會一再重複地發生的 然後會隨著發生次數變多的時候 你受到的傷害 受到的傷害 也有可能在嚴重度會水平更高 那像這種過程裡面 一次一個拆槍走火 有時候會造成一個 真的是遺憾終身的一個情況 尤其是暴力對象是老人 女性 或是小孩 像一旦失控的時候 那請記住 不僅是零容忍 而且一旦你有感覺到 被暴力危險的時候 記得求助 就絕對不讓它一再發生 所以呢 如果呢 你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要記得第一時間 一定要避免你的人身安全 受到嚴重的威脅 重點是要保護你的重要器官 然後呢 告訴大家一定要來求助 不管是親友 或者是警察 或者是律師 商討對策之後 立刻的執行 因為在家暴的狀況下 明天不會更好 是的 每一天都會是同一天 而且你就是那個 讓他不斷輪迴的那一個人 你自己也有責任 所以呢 現在所有求助的管道 幫助你的管道都很多 是的 重點是你要記得用 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讓自己落入這樣子的危險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 幸福快樂的生活 那恭喜今天健康零距離 又全班位的幫大家 拉近了跟健康的距離 感謝喔 本節目由荊蕭生物面膜 冠名贊助播出